来关注的是这一次双方交换战俘的这件事 俄乌战争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俄乌双方经过多次的换俘 因为彼此都曾经在交战过程当中 绑了对方的军人当作俘虏 CNN独家采访到最新一批回到基辅 有80多个乌克兰的战俘 他们被俄军俘虏 回忆经过 那么有的是遭到俄军不由分说 天天抓出来毒打 而也有被沦为战俘的乌克兰女兵 遭到俄罗斯人剃光头 很多人表明会继续回部队 继续抗战 俄军在基辅附近城市 有一个叫做布查的虐杀 震惊了国际社会 之前他轰炸平民避难的 马里乌波尔剧院 使得英国首相 前首相开始受到乌克兰总统的邀请 在国际之间推动 希望成立类似二战之后 审判纳粹的特别法庭 想把普京和俄军高层 神之以法 但是说的容易 要做到千难万难 走下巴士相互拥抱 来根烟解放一下 这些是刚从俄军手中 换球归来的乌克兰战俘 这次一共86人返回首都基辅 压力总算解除 能吃顿自由晚餐 在俄军拘禁下 各个身心饱受摧残 这两名女兵则说 俄军要他们高喊荣耀归俄罗斯 且以卫生为由 被剃了光头 这名在马里乌波尔被抓的战俘 则是天天遭毒打 之前乌克兰也传出 虐待俄罗斯战俘 乌军在哈尔科夫附近村庄 涉及俄国士兵腿部 人权观察组织表示 若属时同样构成战争罪 俄军在撤出乌克兰北部后 在基辅附近城镇 留下残杀平民的景象 乌克兰总统直指是种族灭绝 国际社会要追究俄罗斯总统普钦 和军方战争罪的声浪 也越来越高 英国首相强森特定用俄语 向俄国人民喊话 并呼吁他们利用VPN翻墙工具 获取国营媒体以外的独立讯息 以了解俄乌战争真相 现在国际检察官已经开始调查 俄军在乌克兰的暴行 但过去普京也面临过类似指控 在车臣 俄军产平首辅格罗兹尼 在叙利亚用极数炸弹 轰炸医院和学校 但俄罗斯无人受到惩罚 俄罗斯跟美国 中国一样都不是ICC 国际刑事法院成员 不仅起诉困难 审判更可能耗时数年 英国前首相布朗受乌克兰请托 正游说成立特别法庭 要仿照二战后对纳粹罪犯的纽伦堡审判 和调查前南斯拉夫 雪布尼查大屠杀的国际刑事法庭 但现实上有可能把俄国高官 包括普京在内带到法庭上吗 布朗说几个月内可能就会起诉 但莫斯科一再否认犯刑 美国官员也认为 普京在国内拥有绝对权力 起诉恐怕只是空有其名的威胁 普京当初开战的理由之一 就是要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 但在残酷战争冲击下 未来俄罗斯在北极圈 恐将面临更多新北约成员 上个月芬兰和瑞典首次联合组队 参加北约在挪威的酷寒演习 演习是原本就预定举行 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作战演习强度明显增加 北约三月初宣布与瑞典和芬兰 分享乌战所有讯息 瑞典自1814年就没打过任何战争 原本对北约态度保留 但最近民调显示 如果芬兰加入北约 59%的瑞典人也希望加入 芬兰人意愿更高 62%支持加入北约 仅16%反对 芬兰总统以致电北约秘书长 询问加入的条件和步骤 4月中将提交国会审查 芬兰文综合报道